我们现在来介绍一般的安卓手机怎么设定无线基地台分享 首先先到你的手机里面去找到设定 设定里面有更多 无论在哪里你要找到一个字样叫做 网路共用与可稀式无线基地台 这个字样就这一行 我点进去 然后你要先确认一下 你有没有分享过无线基地台 好进来 我有分享过所以我名称叫Frank 这边可以改 然后安全性你可以选WPA2PSK这个基本的安全认证 然后密码就输入12345678910都可以 随便你输入密码 但是他好像有个基本的最少要八个数字 那你这边好了就储存起来 然后记得储存完之后 你看一下你的可稀式WiFi无线基地台 这个目前是关闭的 把它打开来 现在在开启中 变成蓝色了 然后再注意看一下我这个上方有个圆圈圈的一个球体状 上方这里有个圆圈圈的球体状代表的我的无线基地台是开启的 那在华硕手机里面呢 这边有一个快速开启或关闭的一个无线基地台的一个按钮 关闭 好 开启 等一下 开启要等一下 好 开启了 变蓝色了 那 开启无线基地台呢 行动数据一定要是打开的 这样子才有办法用你的3G4G网络 分享给其他的装置 那WiFi这个地方是不能打开的 好 那手机的介绍到此为止 好